我们今天要从菲利比书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往下来看到 菲利比众圣徒怎样在福音上和使徒连在一起 那这件事摆在菲利比书里前面 我相信有主特别的意思 因为福音就是传基督 福音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口中伟大 福音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涌流 没有一个对基督有兴趣 被吸引宝贝基督的人 他是不愿意把这位基督分享出去的 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他总是对福音有负担 他不光是关系到人得救的问题 实在说 这一个福音乃是基督在他身上涌流出来 所以无论是菲利比的圣徒还是今天的照会 今天的我们 我们都是要在这一方面蒙恩 这一件事是神觉得喜乐了 是使徒觉得喜乐了 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圣徒觉得喜乐了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福音和基督的传扬成了我们自然的彰显 那保罗能感谢神 因为他明明地看到 这个福音里是 是神在他们里面 所发动 所开始的一个上功 这是一个真正的上功 因为基督介绍他们在福音上有交通 基督就在这里就出去了 那么从这个基督福音的交通上面 我们读这一段的记载 我们能够知道 菲利比圣徒到底是怎样的交通 当时使徒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 菲利比的圣徒们是在欧洲的马其顿这边 相离很远 但是保罗说 你们是在福音上面 跟我有交通的 那个福音的交通 我们中文翻译加上推广 推广福音的交通 虽然没有这个推广 原文没有这个词 但是那个意思啊 就是这件事 是在推广福音的事上 是有份的 是调在一起的 是为了同样的目的的 那我们读这里的记载 就不是一件很小的事 这个第一点就是保罗说的 保罗说 我为你们众人 有这样的想法 原是应当的 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 当菲利比圣徒为了福音 在那里有份于这个推广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面 有保罗这一个人 在他们的里面 他们爱保罗 他们体会保罗的事 他们也在保罗的关心的事上 一同有份 而知道保罗这一个使徒 是神说设例的 为了这个福音 所以他们有保罗 保罗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也就是愿意一同有份于保罗传扬福音 推广福音这样的事 那当然在这里满了祷告 满了祈求 保罗为他们祷告 其实他们也为保罗祷告 他们也是关怀 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的生活 也关怀保罗那个执事 在罗马这个地方 怎样的能够被传扬出去 不光是这样 并且他们也把他们的财物 奉献出来 有份于这个福音的推广 那这些啊 都包括在这个福音的交通里面 感谢神 这一件事 必须是我们 造会也罢 圣徒也罢 必须是我们的施行 我们应该想念到 为主的福音 奋派出去 到各地去 为着主的恢复 在那里摆上的弟兄姊妹 我们若是听到 主在英国所做的 主在墨西哥所做的 主在南美洲所做的 主在美国华人中间所做的 我们都应该心里满怀欢喜快乐 并且关心这一个 听到好消息 我们感觉喜乐 听到他们的难处 我们应当心里惯念他们 为他们祈求 不光这样 并且我们也应当 在可能的范围 在各样的支持上 来一同有份 这个都是推广 这个福音的交通 保罗那个时候 保罗说这一件事 是神所开始的 而在今天 也是这样 我们相信 这是神在我们里面 所动的一个上功 不光在前线上 传福音 是在那里 为着福音 在那里摆上 我们所有的圣徒 所有地方的造会 都应该关心 这个福音的推广 福音的交通 这一件事 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 既然是神所做的 所以我们就相信说 神必定 要成全这个工作 要完成这个工作 这一个生性啊 就叫我们知道 菲利比也罢 保罗也罢 这一些福音的传扬 它是果效 是存到永远的 它不是一个 短暂的一个情形 真是赞美神 借着福音的传扬 主的见证出去了 基督自己 也就在这里传扬开了 那保罗 在这里就说到 无论是他在捆索之中 还是在辩护 证实福音的时候 他说你们众人 都与我同享恩典 不要以为 我们来关心到 别的地方 别的圣徒们 传福音 我们是官司 给他们一个支持 我们也必须 从这一个榜样里 能够看见 他们这样和保罗 一同有交通 自然而然 他们就同享了恩典 这样一种的摆出去 好像他们是 牺牲了什么 实在说 他们在神面前 是蒙的恩典了 无论使徒在那里 有什么样的景况 就是在捆索里面 使徒得着恩典 他们也得着恩典 使徒在那里辩护 福音的时候 他们也在那里 同享恩典 使徒在那里 证实福音的时候 他们也在那里 同享恩典 所以 这是很奇妙的事 我们很少 平常有这个观念 有这个认识 但是我们必须 从使徒 这样的话里面 我们摸着这个事实 就是同享恩典 不光是因为 我自己在神面前 直接地享受到 主的恩典 当神在那里 临到歌地照会 当神在那里 让福音 管传的时候 你我 和这一个福音 有份了 我们也就在这样的事上 同享恩典了 这是很奇妙的事 那么这里特别说了辩护 证实福音 什么是辩护福音呢 什么是证实福音呢 这个在诸解里面 李地元给我们 很清楚的解释 他说我在这里 愿意再说一点点 辩护福音 就因为 在 就是在初期的照会里面 使徒们出来传福音 他也有别样的传说 别样的传播 就把主的福音 掺杂了 所以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必须 把这个福音 那个真实的观景 把它辩证过来 把那些虚假的东西 把它踢出去 叫福音那个真替诗意 得作显明 这一个是非常需要的 当时 有什么来打岔的这个福音 掺杂了福音呢 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 第一 就是犹太教的东西 因为基督的福音 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了 并且也是来传扬 犹太人所传扬的 那一位神自己 但是 犹太人所传扬的神 在旧约的时代 他的经伦是一种的样子 在新约的时代 因着 师弟约翰来了 因着基督来了 他所传扬的那一个内容 和旧约的东西 一面说是一脉相承 把一切在旧约里面的预表 预言都实化在生命的灵里 让我们得作这一位三一神 但是另一面 你从表面看 好像基督的福音 把旧约的律法 把旧约的那些名言 好像在那里 这个推翻了 所以犹太教徒 在这样的事上 就非常的不能接受 更无法跟从 他们越落在宗教里 宗教的身 落得很深 越是认为 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 是把这个神 在旧约里面的吩咐 都离开了 所以他们一面 是反对基督 反对使徒们 但是另一面 等到他们接受了主 接受了使徒的传扬以后 他们总要把旧约的东西 还要带到基督的福音里面 这一个在当时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征战 这些犹太人都已经信主了 得救了 真理得住了生命了 真理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要主 他们还要摩西 他们要 神在新约里面给的恩典 但是还要旧约里面 所传留下来的律法 这一个就完全把基督的福音 把它更改了 把它曲解了 所以要人信主耶稣 但是还要人受割礼 而要人来享受主里面的自由 但是还要人来守安息日 那种种的情形 这个犹太教里面 那些宗教的情形 有的原来是给基督顶替了 有的给基督废去了 但是犹太教徒 他一面相信了主耶稣 一面还要把这些 保留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一面要做基督徒 一面还要做犹太教徒 当他们这些人 出来传福音给外帮人的时候 不知不觉 就把犹太教这一套 统统就带着了 要人一面信耶稣 一面要做犹太教徒 这一个是不得了 如果保罗没有在这样的世上 把他辩明清楚了 把福音从犹太教 旧约的那一套礼 示范出来 那将来所有信主的 那些外帮人 一面信主 一面还要做犹太教徒 这是一件大事 这个是神绝对不许可了 所以从开始 从新约的开始 神就在主的身上 在使徒们的身上 要把犹太教那些不正确的情形 要把它拆掉 我们知道 借着基督耶稣自己 拆的就是守安息日 这个外面的规条 那借着彼得 所拆的就是那些食物的不同 所表征外帮人跟犹太人中间的分别 犹太人就对是不肯跟这个外帮人来来玩了 彼得就看见了一个异象 神说 那所有的这些动物啊 所有的食物 你都可以吃 因为是神所接近的 你不可以看为熟而不竭 要彼得到外帮人中间传福音 要彼得跟外帮人有交通 这一个就打破了 犹太人这个界限 这是一件大事 然后保罗在这里兴起来 在保罗的执事里面 就告诉人说 受割离不受割离 是不算什么的 神今天要我们是做新造的人 所以不在乎受割离 也不在乎不受割离 你我今天跟随主 完全在你的信仰里 而不在外面自聚的旧样里面 所以犹太教可以说 有这三个支柱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安息日 一个是跟人的来往分别 还有就是受割离的问题 那经过基督自己 还有彼得 还有保罗 就把这些都拆掉 只留下 只留下 属灵的实地 只留下 那些道德的那些事情 留在那里 所以这一个保罗要 做这一件事 实在是不简单 要把福音 把说得清清楚楚 避免一切的混杂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保罗所以遇见那么多反对 到末了 甚至丢在监里 最重要的 就因为他辩护福音 这是在消极的方面 把那些不该有的东西 从福音的内容里面 从福音的内容里面 剔除出去了 叫福音保持只有基督 和他所完成的救恩 所完成的救法 让人简简单单的 靠着基督做生命 而活出基督身体的生活来 那第二就是证实福音 正式福音在这里 乃是为着在积极的方面 把福音里面的内容 丰富充颖的把它发挥出来 让我们知道 这个福音所包含的 何等的无限 基督是怎样无限 这个福音也是怎样的有限 所以每一个 每一部分对于基督福音的传扬 对于基督的深入的认识 对于这个福音呢 都是一个证实 在这样的证实里面 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 那就是比我们所 今天所领会的 那个简单的福音 那不知道高了多少 不知道丰富了多少 所以有人说 四福音 有马太福音 马可 路加 约翰 除了这一个 罗马书 也是一卷的福音 可以把它起名叫做 保罗的福音 这个罗马书 不是讲保罗 罗马书是讲基督 但是这个基督 不光是讲基督 在视为人的时候 怎样生 怎样死 怎样复活 并且说到 这一位复活的基督 进到每一个信徒里面 怎样把他的自己 做到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一切 这个也是福音 并且这一个应该 更是福音 所以保罗的福音 在罗马书里面 所给我们看见的 远远的超过 四福音 四福音所说的 基本的 基本是种在 基督的生 死 复活 当然这里面 包括 包括里 也是非常的丰富 但是 基督的福音 也是包括 今天 这一位基督 怎样来 做我们的生命 他不光为我们死 并且为我们活 他替我们活 所以基督就成了 我们的一切了 所以这一个都是保罗 在这个正式福音里面 所给我们看见的 因着使徒们 是这样的往前冲 在征战里面 来一面变明 辩护 一面的正食 充食 那教会就有份于 使徒 这一个 这一个人 也有份于使徒 这一个执事 他们也就有份于 使徒 什么的恩典 我觉得这一个 也应该 是我们的榜样 今天 我们借着历史历代 众使徒 一直到今天 神还用 他所用的奴仆们 把 这一个 经论里面的吩咐 来传给我们 我们越和 这一些 主所用的奴仆 和尔为一 和他们 有交通 并且有份于 他们的负担 有份于他们的知识 有份于他们的传扬 并且有份于他们的遭遇 这一切都叫我们 也有份于他们 什么的恩典 和他们 同享这个恩典 这个是千真万全的事 所有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蒙恩里 一面说 我们是单纯的以主自己 做我们的对象 我们爱他 我们 接受他 我们跟从他 我们事分他 但是另一面 你越读菲利比书 越得到一个印象 就是说 那些被神使用的 不光是教会 也是使徒们 他们 也需要我们 和他们 连结为一 也需要我们 把他们 摆在我们的心里 也需要我们 为他们祷告 也需要我们 在他们的知识里面 给他们 有美好的配合 叫他们来 往前去 结果呢 他们蒙的恩典 我们也蒙恩了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 很现实的事 不要以为 这个是小可 我们 在座里 弟兄姊妹 很多年级 都不小 我们在照会里面的生活 我们 都很有 很有年数了 当我们回头去看 我们一生的经历 你会发现 你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那许多的弟兄姊妹 在从前 被主得作的 人数是不少 但是他们 后来走走走 这个路啊 走岔了 就离开我们了 他们离开我们 不光是离开 教会的这个见证 另外 走一条的路 在这个离开里面 很多时候 他们也和 足手用的 仆人 出了事了 这个出事啊 就叫他们受了 太大的亏损了 太大的亏损 这个不是一个小事 实在不是一个小事 我以前听说 有的弟兄姊妹 离开了我们 到一个情形 他们聚会里 也不用我们的诗歌了 说啊 这些诗歌 都是带着 我们的色彩 有的更不用 什么生命读经 一套一套的 都丢掉了 都丢掉了 我听了 实在觉得难过 喝的愚昧 喝的愚昧 你把前面弟兄们 你丰富丢掉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重新要回到 从前那个贫穷的样子 那今天 时间过来 我们真是看见 那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 离开了教会的路 离开了 弟兄们的直视 他们的观景 实在 贫穷 再贫穷 软弱 再软弱 这真是叫我们受警惕啊 所以在这里 的确是给我们 看见一件事 我们要宝贝 主所用的直视 他们在那里 敬他们直视的时候 你好像是跟从了他们了 但是实在 他们是 你是借着他们 跟从的神了 也是 也是 效法了他们 因而 效法了基督了 这一个 实在是蛮严肃的一件事 有的人说 我们不跟从人 我们是跟从神 这个要小心一点 不错 我们不是跟从人 是跟从神 但是很多时候 你对神的跟从啊 是连在对人的跟从上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是跟从神的 你就跟从 他跟从神的那一个跟从 那才是对了 但是你要跟从他们的直视 跟从他们的 事分啊 这个跟你我 同享这个恩典 是非常重要的 在马丁路德的时候 不跟从马丁路德里 很难跟从 在那个时代 主那个宗教的改革里头 所给教会的恢复 主所使用的 在那个时代里面 所有恢复的工作 你要有份于那个恩典啊 你必须跟 代表那个时代的那个人 你要连上去 你越连了几密 你越是蒙恩 有的时候仇敌 在那里 这个做了工作 就借着各样 和毁谤 各样的破坏 教人对于直视啊 发生怀疑 结果 你这个时间证明 他们真是吃亏了 他们真是吃亏了 弟兄姊妹 在这样的事上 我们必须有严肃的态度 我只愿舍爱你 你变成为外殿 家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